柯市長開始出事 大概就是從碧如姐離開 然後珊珊姐進來 然後中間那個重疊的那段時間之後 開始我們現在看到的案子 幾乎都是在 沒錯 第二任 就是碧如姐離開 珊珊姐進來之後 所發生的事情 100%第二任 所以嘛 珊珊姐你們跟她合作的時候 你有覺得她怪怪的嗎 或者是在她身上怪事特別多 其實我對黃珊珊 我沒有太多的就是怎麼講 就是對她沒有太多的抱怨 也就是說我認為一直都認為 珊珊是一個蠻溫暖 而且蠻有怎麼講 我覺得她在市政府裡面 不會讓人家感受到是說 她真的是有想要在那邊 做一些這種亂七八糟的事情 這種感覺 其實而且再加上疫情期間 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們也跟她共識過 我們在民眾黨 她在市政府嘛 那我們也感受得到 就是黃珊珊在整個疫情期間 她在領導整個市府團隊的這個 老實講她的能力是足夠的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很多時候是 蔡壁如她扮演的角色 不一定黃珊珊勝任 也就是說黃珊珊她是副市長 她沒辦法去幫柯文哲管進管出 蔡壁如比較像是一個管家的概念 他是市長市辦公室主任 內務府總管 對 海公公那個角色 所以蔡壁如走了之後 換成是下一個人進來取代她的角色 可是沒有人可以取代蔡壁如 為什麼 因為當時蔡壁如我認為 她就是扮演一個守門人 她等於說很多包含邀約 財團的一些要求需求 或者是一些行程 到她那一關她都會把她擋下來 那當然不是全部都擋掉 而是擋下來我們大家一起討論 我們開一個會 用集體決策的方式 大家知道這個禮拜有什麼邀約 我們到底要不要去 這個禮拜媒體要訪柯文哲 我們什麼時候需要去專訪 蔡壁如扮演好了非常這樣 我覺得她很稱職的扮演好這樣的角色 那也是因為柯文哲跟蔡壁如之間的信任關係 所以她能夠扮演這個角色 所以到後期換了一個市府的公務員之後 變成是沒有這樣 就市長市整個是不設防的狀態 防火牆被移除了 對這防火牆被移除了嘛 所以變成是市長市大家可以長驅直入 任何人都可以進到市長市去跟柯文哲 比方說去跟她要行程 去跟她要說這個要怎麼做 這個那個要怎麼做 甚至去跟她打小報告 所以我覺得這就會變成 整個市長市不設防的情況之下 柯文哲的雜訊越來越多 雜訊越來越多 沒有辦法過濾的情況下 她每天接受到這些雜訊 她就叫幕僚幫她處理 那幕僚當然長久下來就會開始不知所措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幫你做的是幕僚作業 我們要幫你做這些類似公關形象管理 但是你很顯然你比較信奉的是外面這些人 甚至是外面的人進來跟你打小報告 那市長市不設防的情況之下 那就會變成整個市長是已經 你知道那個結構變成是很脆弱 就是柯文哲下來 就是可能是局處首長 然後可能是這些一大堆幕僚 就跟局處首長是平行的 沒有辦法去做一個分層管理 那這個其實老實講 我覺得在第二任看起來非常嚴重 所以導致第二任很多包含邀約包含行程 最後都你知道就是我常形容 就是我們有的時候會看那個行程 早上看大概三個 然後到了晚上再打開那個手機APP的時候 突然發現倍增 三個變六個 六個變九個 這違反了SOP原則啊 對啊 就是它明明就有一個SOP嘛 就是它一開始像這種排行程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說我們每個禮拜都會開會討論過 這個行程要怎麼安排 但是蔡壁如一走之後 這個SOP就崩潰了 這也違背了他過去所說的 要相信制度不要相信個人 他看起來他是就是相信個人 因為其實我們說阿伯 從2014到現在 2024這十年間 其實他能 我就常問網友嘛 如果你現在聽到 科學理性務實公開透明 這十個字你想到誰 我想很多人都想到柯文哲 不代表他有做到這十個字 但是聽到這些口號 你大概就想到柯文哲 可是如果我們現在科學理性務實 加上後面的公開透明 你告訴我商辦這4300萬 到底從哪裡來的 對 然後沒有金流 對 因為其實MG149的時候 當時的科醫師怎麼做 我就是貼滿牆的單據給你看 OK 當然 羅淑蕾 羅姐有出來講 其實不能看 不能操 反正就貼在那邊遠遠的這樣子 對 那個都是十年前的事情 我們先撇開不談 其實如果他要解決商辦 因為有人說 當然 陳志涵有拿 有拿那個合約出來 對 那個是公企 對對對 OK 好 但是媒體報導是 那一間房子 那一間4300萬的商辦 原屋組是金華城前董事長 陳育坤的公子 現在看起來好像不是 對 現在看起來好像不是 OK 但是問題來了 那其實要解決這件事很簡單 就把金流拿出來 對 我錢從哪裡匯出去的 對 因為4300萬真的要提現金的話 點超級可能會點到壞掉 當然 那你為什麼不把金流就公布 以前陳佩琪不是最喜歡的 就是我就丟存著給你看 那如果是不能公布 我現在都覺得其實他們有時候 因為你要知道民眾黨現在面臨到這種危機處理 他們很像是在瞎著摸想 為什麼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辦法看到全貌 就是他們不知道背後到底水多深 有一個民眾黨的明代 是在跟我抱怨 他說很多人要他們出來幫柯文哲辯護 可是他們不知道怎麼幫他辯護 因為柯文哲到底有沒有講實話 就柯文哲有沒有把所有事情 告訴他們一清二楚 就像那個商辦也是這樣 據了解那個商辦 爆出來的時候沒有幾個人知道 應該說根本沒有一個黨內的 連明代都不知道 明代不知道 立委不知道 甚至核心幕僚不知道 所以你看核心幕僚第一次 他們出來解釋 他們是用什麼解釋 說蔡英文也用自己的錢買辦公室 然後蔡英文就跳出來我們用租的 滿久也跳出來我們用租的 代表說什麼 他們在面臨到這樣危機的過程當中 他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是馬上被殺個措手不及 那天林彥鋒一爆料 馬上就去問陳志涵 問吳怡軒 但這些人他們接收到的資訊是很片面的 但是他們又必須得幫柯文哲去辯護 所以只能拿這些片面的資訊去做辯護 他們沒有看到全貌 就像那一天陳佩琪 就是你看昨天不是 他們禮拜天的聚會也是這樣子 之前吳怡軒對外解釋說 柯文哲是在睡覺 那為什麼他不開門是在睡覺 那一天集會陳佩琪直接講說 沒有柯文哲是在大便 上大號 在裡面從慢的拉變成拉的慢 對 就是你知道到底柯文哲跟陳佩琪這對夫婦 我們先不要說你是不是 就是你現在不先不論你台灣民眾黨這一塊 你們到底有沒有跟大家講實話 你們到底有沒有跟大家講這個事情的全貌是什麼 真相是什麼 就像你在律師前面你也要講實話 不然律師沒辦法辯護 你在所謂的醫師前面 你要講實話 不然我們怎麼幫你治病 那這些幕僚現在看起來他們很不知所措 因為他們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跳下去幫你辯護 包含像木可公司也是一樣 對不對 木可公司這件事情也是後來被爆出來之後 我們才知道說不只木可 你還搞了一家治療資訊傳播 那我今天跳下去幫你背書這個木可 那萬一哪一天這個回力標射到我身上要怎麼辦 我覺得現在他們都有這樣子的一個 所以我自己認為像很多支持者跑去勤勒 這些民代說為什麼你不跳出來 那你們為什麼不去問柯文哲 為什麼不講實話 2020年那個時候他要去 他那時候本來一開始想選總統 然後那個時候大家就是老師應該也知道說 那時候郭柯王不是三個一起合的 郭台銘那時候退出國民黨的那個賽局之後 就開始跟柯文哲 眉來眼去 然後後來 郭台銘到最後一刻才宣布他不選總統 然後他最後一刻不選總統之後 柯文哲那時候殺個措手不及 結果一大堆這種類似政治那種 怎麼講 大家就是那種我們戲稱那種政治浪人 就是可能一些 資源回收 沒有政治舞台的人 就在郭台銘宣布退選的隔一天 因為那一天才是登記參選的最後一天 就通通跑到市長市來 要把柯文哲拖去登記參選總統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幕僚都覺得很莫名其妙 因為柯文哲第一個我們都知道說 那個時間點他已經沒有這樣的能量 因為郭台銘不選 老實講他也沒有太多的能量 可以去進軍2020 而且他才剛選上 2018年他才剛連任不久 那個時候去他肯定就變下一個韓國瑜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都認為說 其實你當下你只要告訴這些 他所謂口中所謂的國師 其實他所謂的國師都是這些政治浪人 包含什麼 包含像什麼 Crazy Friday 那個時候都來了你知道嗎 Crazy Friday 都來了 都在他的市長市裡面 然後提成一袋現金 那個你說是台南那個Crazy Friday 是 OK 好 提成一袋現金 在市長市桌上告訴你說 你現在趕快去登記 錢都幫你準備好了 然後就是你媽媽已經在中選會了 有這個故事我聽過 身分證都在他手上 你只要去那邊簽名就好了 然後據說他叫司機開慢一點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就想盡辦法拖時間 因為那群人一直想要把他拖出去市長市 但是我講真的如果你不想選 你就當下告訴他們你不要這樣做 我真的沒有這個意思就好了 可是他沒有 他什麼都不講 結果搞到我們這群年輕幕僚 包含蔡壁如 我們跟守門員一樣 我們一個一個架起來 擋在市長市的那個大門那邊 不讓他出去 這個就是你歷史沒讀透 所有東西都是要三推三救 對啊 然後最後變三官三國包起來 沒有 從那件事情開始之後 我們就認為說他這個人真的是沒有 就像之前講的沒有中心思想 然後也沒有就是平常講 他對幕僚的這些一些怎麼樣 不夠尊重 不夠重視 我這麼說 其實我們剛才在聊到2018年 那個時候他開始暴衝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看到那個新聞 就是說他說城區貪污 然後蔡英文身邊人貪污的時候 其實那個已經沒有信不信的問題 因為政治人物有一些瑕疵 或者是身邊有一些瑕疵 其實大家都能理解 但是你身為一個首都市長 你不能這樣講 你不是坐在大廟堂 穿的穿腳 跟人在那裡泡茶 比較後來的爐 所以這個那時候我覺得不厚道 OK 但是我們把時間往後走 那後來他那個時候 我們剛才你剛才講就是 要去中選會登記那個時候 對 他有跟你們講開慢一點嗎 還是你們揣摩上意 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當時就是拖到最後一刻 我們看到說那個時間已經過5點了 因為他好像是最後登記時間是5點半的樣子 那我們研判說那個車程 開過去中選會應該來不及 所以我們就到5點之後 我們就放手了 我們每個人 我印象很深刻 我蔡壁如還有那個金牌 那個時候好像還有陳冠廷 他現在已經當立委了 還有李靖 陳明文他兒子 李靖穎是國民黨新途市黨部主委 都在我們市府裡面當幕僚 那我們這些年輕幕僚 通通變成守門員 但是我們那時候其實 雖然意識實際態不一樣 但是我們都有同樣的心就是說 我們不要讓柯文哲這個時候 被這些就是投機分子給利用 所以我們擋在那個地方 可是很顯然柯文哲 很容易受到這些投機分子的影響 所以他老實講 他那個時候只要下一道指令說 我們又要選 其實這場鬧劇就可以結束 就結束了 但是那一整天 我記得那一整天 我們就是從早上7點半他開稱會 就有人在市場市那邊開始 準備要起哄 要他去選總統 那你有沒有想過 他其實很享受那種感覺 當然 就是那種 大家在 底下那個 就是吹捧他 沒錯 老實講到轉變 雖然我覺得 我就從那一天開始 這個沒有錯 這是人性 是人性沒錯 可是我覺得他真的沒有 所謂的第一個 剛剛講到中心思想也好 或是我覺得 他對幕僚不夠尊重也好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我覺得他自己 對於自己的一些未來 沒有定見 那我覺得這個對 你要領導一個國家來講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就像這一次藍白河 六點協議一樣 藍白河六點協議之前 其實他跟幕僚討論的結果 就是到現場 看起來就是沒有要簽那個意思 因為幕僚很顯然告訴你說 第一個 當然先不要說 他到底是不是被假民調所騙 至少幕僚 他一開始跟幕僚討論的結果是 他覺得跟國民黨合作 他自己也可能 老實講自己的粉絲也會流失 那也不一定會能夠贏下 整場總統大選 再加上那個時候 他在民調上 先不要說是不是假民調 但至少民調上 他自己看的那份民調 他覺得還是有贏的空間 但是我認為說 結果到了當天 當天好像 當天要藍白河 去到馬辦的前一天 他開始跟他的幕僚說 我們看起來沒辦法 就有點像是他去 小五哥的節目上 那個樣子一樣 就覺得說 我們也許可以換到一些 行政首長 換到一些監禁的情況 對 對我們來講也不是壞事 因為畢竟我們政黨這麼小 我們跟國民黨也沒辦法比 這種百年大黨 那這些幕僚當然會覺得 不是我們前一刻才跟你談 政經的事情 你馬上突然之間 這個老實講 突然就翻臉到底是怎麼樣 就是突然跟我們開始講說 你選不下去了 你不想選了 你要放棄了 所以這些幕僚當然會覺得很 就是覺得很莫名其妙